7月20日,据火箭队跟队记者Kaliko最新报道,有消息员告诉他,火箭队和国王队有二航安德森的转会开启谈判, 国王目前有2050万美元的薪金空间,可用来签下年薪达到2040万美元,四年合同总价值高达8000万美元的安倍分,火箭终于有望甩掉这份垃圾合同了,火箭有望甩掉8000万垃圾合同,湖人7200万鸡类,无人问津很难脱手火箭卖了半年的8000万鸡类终于要卖掉了, 然而湖人对这边,同样拿着垃圾合同的罗尔顿,至今无人问津,罗尔顿四年合同高达7200万美元,跟安德森一样还剩下两年,湖人也尝试过要将他送走,但是没找到合适的买家, 有意思的是,就在本周,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,炒扫了罗尔顿,网友这样表示,你是我最喜欢的球员,但你去年几乎没上场打球,就躺赚了2000万美元,数据显示,罗尔顿只打了一场比赛,只出场了13分钟拿下了两分一个钟,就赚到了2000万,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 罗尔顿亲自为这条网友评论点了赞,可以看出罗尔顿面对嘲讽时,内心是多么的强大,对此,球员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说,老邓头,怪我了,我不职业,我不想上场打球,我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湖人有多土豪,一个看银水鸡挥毛巾的球员都身高2000万,老鹰和国王不了解下,我呼英国乔丹吗? 罗尔顿